要说德云社最难捧红人非孔云龙莫属了 不是他实力不行 而是他每次即将迎接大伙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意外 前段时间孔云龙给过于二人助演 一段改编版捉放槽让孔云龙再次大伙 风头甚至盖过师傅郭德纲 老郭也当场放话 接下来要力捧孔云龙 可是三哥还没风光太久 不出意外的又出意外了 当场就进了医院 因为最近雨水较多 三哥因为踩在一块光滑的石头上 导致脚踝软组织挫伤 好在这次伤得并不严重 歇了几天之后 孔云龙就一拳一拐地重返舞台 但要养好还需要一段时间 三哥在家补的都有点营养过剩了 那你快给大家汇报一下 现在那个怎么样了 这现在挺好 就是不能走快了 就是软组磋伤 我认为休息的时间两个月都没啥事 猪蹄都不用吃 我现在已经营养过剩了 现在长个了 现在都跑成这样了 虽然三哥再次受伤 但这一次真的不怪孔云龙 自从给师傅助演完之后 三哥都非常的小心 甚至都不敢自己开车 张九赖开车 三哥还在一旁提醒他慢点 恐怕三哥也没有想到躲过了开车 却败倒在一块石头上 上次扒马挂之后 孔云龙也是因为意外 导致20多天无法参加演出 这次的捉放槽之后 孔云龙再次住进医院 难怪郭老师对于三哥的要求是 一降再降 从卧病在床昏迷不行 到如今的休养几天就可以登台 从三哥养伤的时间来看 估计三哥下次大火 就不用进医院了 老郭也可以放心地力捧孔云龙了 毕竟三哥才是老郭最心疼的徒弟 就连郭麒麟都享受不到老郭给三哥的待遇 看到孔云龙扣子没扣好 老郭立马上前为其整理 就连少班主郭麒麟都露出一脸羡慕的表情看着孔云龙 其实在德云社黑八月风波时 曹云金和云伟相继退出德云社 老郭打算在德云社中选择一位重新挑选顶梁柱 比起憨厚的岳云鹏 老郭首选的还是孔云龙 毕竟无论是形象还是当时的相声功底三哥都完胜岳云鹏 孔云龙跟岳云鹏一天来着 同一天进的德云社 俩人那会儿是在同一个闸镜面馆 孔云龙是门童啊 长得好看啊 你看包括他后来又撞了又摔了之后 那在中国相声界要说论模样前三也有他 摔成那样了还得拍前三 在岳云鹏还在扫地擦桌子时 孔云龙就已经开始登台演出了 在2011年3月 老郭还为孔云龙举办了相声直播专场 那时的孔云龙就连老郭如今提起来都满脸的骄傲 郭老师也接触新媒体了也直播了 不是也直播了是又直播了 你第一次直播什么时候 13年前我们有一个演员叫孔云龙 直播了25场相声专场 每场四段传统节目 他连说了一百段不重复 这是13年前我们先干的 虽然随后的几年 孔云龙因为种种原因 不断地在舞台与医院之间反复穿梭 但如今孔云龙再次大火 也重新让老郭燃起了捧红孔云龙的希望 三哥也没有辜负老郭的力捧 跟搭档张九赖两人不断地创作出新的包袱 无论是最近的灵异相声 还是两人的歌曲 这才哪到哪 都给大家带来许多的欢乐 在近期的直播中 张九赖还透露 三哥姐夫跨日的段子 已经创作完成 之后还会继续地打磨 将在年底与大家见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